三五好友路邊走到一張桌子 拿出自備的棋盤和棋子就能下棋為棋 甚至連小朋友都靜下心來 全神貫注的在下棋 但這裡並不是公園 而是上海一家星巴克 走進店內座位區 雖然也有人在讀書 但更多人是點一杯飲料就坐下來下棋 右邊一桌左邊一桌 中間還有個大長桌 大家人手一杯飲料 配上黑白兩色的棋子 絲毫不覺得奇怪 就有網友笑稱 這該不會是星巴克的棋王爭霸賽 也有人說這樣挺好的 店內燈光美 氣氛家 大家安靜下棋 看起來很有氣質 也沒有造成其他顧客的困擾 影片公開後 觀看次數已經超過一百萬 事實上 過去就曾有人和網友 約在星巴克直播下棋 圍棋的普及性還沒像棋那麼廣 也沒什麼人會圍觀 所以作為面切的地方 我覺得還是可以的 在星巴克下圍棋的風潮 並不限於上海 不過上海中原兩萬層店 每週一 週四和週六下午一點半 都有棋友們自發性來下棋 面對棋友們佔據作為區 星巴克這次雖然沒有公開回應 但有棋友表示 自家店之前就成合他們約法三章 一是保持安靜 二是希望大家都能點單 或許是因為他們都有遵守彼此的默契 棋友們才能繼續在這裡下棋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